亲爱的家人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切尸哥 今天蛋兵可来着了啊 车尾大伙做一道这个东北特色家当事 韭菜炒关豆腐啊 干豆腐的一分两半之后 顶刀切成细条啊 看见了吗 大概能有三毫米 啊也就这么宽啊 嗯差不多 哎这么宽的条啊 咱们干豆切的粗细 要跟韭菜搭配一下啊 韭菜也就这么粗对不对 所以说你干豆也不能吃的太粗 也不能切的太细啊 哎再准备点洗干净 炸好的酒去啊 切成段 半锅这头咱们准备点顺沫和葱花啊 锅里边水消费啊 咱们放着这个干豆丝 干豆焯水的时候啊 哎一定要放点这个食用碱啊 但是不放的太多啊 放点食用碱那咱们干豆吃起来 口感会嫩嫩滑滑的啊 干豆焯水的时候呢 加入食用碱 就补煮太阳之间了啊 看见了吗 干豆下锅水刚刚烧沸 啊这样就可以了 咱们给它捞出来 哎 然后干豆上面让咱们浇点温水啊 把这食用碱 这个味道给它冲掉啊 而且呢 咱们干豆冲完水之后啊 它也不容易成土啊 不沾在一起啊 好 然后把这个水分给它控制啊 把锅溜透啊 加点食用油 然后放几粒花椒啊 红花椒润 再放一半八点 哎把这花椒和花椒炸香啊 看见了吗 哎把八点炸至膨胀了 这个花椒润那炸糊了啊 咱们给它捞出来 花椒炸糊为香 不糊为麻啊 这一点那待会一定要记住啊 因为呢 然后先把这个火关掉啊 因为油温太高了 咱们不能下鱼头现在 油温下来了啊 咱们呢 放点这个葱花和蒜末 把料头放锅里边透香了啊 哎 再放点黄豆酱油 然后下入干豆腐啊 烹点料酒去腥 简单翻炒两下 咱们加入清水 看见了吗 这水基本上跟干豆腐呀 哎 差不多持平啊 嗯 这个水量把干豆腐呀 煮煮两分钟 让它彻底的入味 给它煮肉肉酥酥酥的啊 调味咱们加点精盐 鸡精和白糖 哎 再放点老抽调底色 咱这干豆腐呀 保持大火啊 煮煮了能有两分钟 看见了吗 锅里边汤汁已经减少 能有一半左右了啊 然后这锅呢 咱们用这个撕裂粉 哎 给我点馅汁啊 就是生粉加起水啊 这叫湿淀粉 咱这个勾芡呢 不能一下勾好啊 打个两段三遍的啊 哎 再打第二遍 哎 这汁啊 就有点 有点快到位了啊 但是还不行啊 还得打一遍芡啊 这工咱们把先把酒在放里边 翻炒两下啊 把酒的味道啊 给它融合到干豆里边 哎 这最后一遍芡呢 一定要打薄芡啊 不能打厚芡了 酒香味已经融入到干豆里边了 淋出锅之前 再放点芝麻香油 增加香味和面火 好 中盘 这条干豆腐 嫩嫩滑滑的 是吧 嫩嫩滑滑的 要来烫烫烫烫烫烫的啊 好 酒这条完豆腐做好了 来 拍下菜姐来 吃个咸不咸不 看看有没有食用 烈烈烫烫烫烫的 是吧 烈烫烫烫的 咱们这馋的味道咋样啊 哎 看这干豆质感啊 特有弹性 夸张点 叔叔呀 跟那啥跟面条似的 是吧 这质感太好了 我的天 咱们这馋的味道咋样啊 嗯 酒味嘎嘎地的啊 干豆又嫩又滑 干豆的豆腺味和这个酒菜的酒腺味 都融合到一起了 这个味道非常霸道 看着这干豆的质感 真的跟面条似的 肉肉脱脱的 这种做法很适合啥呀 很适合老内人使用 就是年纪大的 牙口不好的 其实也差点大 简直就是绝配 那么好 如果今天这种做法能对你有帮助 别忘了帮车转发出去 让更多的人学会这种做法 学会这道菜 但是别忘了给车哥点赞收藏 加关注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